繼上次馬蘭市一個6006的兄弟班之後 小實身邊今天又有一對兄弟班 這對兄弟班,這位哥哥已經抱頭多時了 但這位弟弟第一次在香港出現 我現在介紹的是這部HD AMP 1 和 HD CD 1 這兩部正式來說都算是一套西裝 因為之前的HD AMP 1 在香港都賣了一段時間 但一直都未有一部可以配搭它 而今天我們有機會率先拿到這部HD CD 1 來做介紹 大家看到面板上非常簡潔 有圖目的側板和圖目的CD盤 當然我們看到它這麼簡潔都會有些基本功能 例如有Eject 鍵、Player 鍵、開機、生機鍵 一個耳桶的插鍵和一個耳桶的Level 鍵 Play 、Stop 等功能就在黑色面板上 除了它可以聽CD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聽到MPV、AAC和WAVE 的檔 另外它裏面的DAC 都是用了Sires Logic CS 4398 基本上都是一顆非常不錯的DAC 另外它的檔案可以支援24bit 192kHz 的檔案 如果要讀坊間現在有的手頭上的檔案 基本上都已經足夠有餘了 它亦有HDAM SA2 獨有的放大模組 變成在它的放大信號上 就會得到更加清晰和背景更加靜 另外它會有耳通的Gang Control 其實都是用HDAM SA1 模組 來做這個耳朵放大 可以保持到質素之外 亦都對於一些比較大色的耳機 它都可以應付得到 所以這部CD機其實都算是一部幾多功能 而又非常值得用的CD機 最重要它的價錢其實都只是四千多元 所以這部機配合HDAM P1 便非常值得用 看完前面的面板之後 我們就看看背部 背部的端子很簡單 一個光纖輸出和一個同軸輸出 另外有一對RCA 輸出 方便駁回下面那部 AGO HDAM P1 另外遙控方面 亦都有remote control 輸入位和輸出位 主要就是方便大家把兩部機 串在同一個遙控去處理 有聽過上次威廉Sir 講解 這個功能其實對音質都非常有幫助 好 講完她弟弟 HDCD1 之後 我們當然要講回她的大佬 HD AMP 1 雖然這部機都出了一段時間 但在性價比層面上仍然都非常有競爭力 其實它面板一樣都是如此簡潔 主要都是配合她兩兄弟的顏色 其實這套西裝除了有銀色之外 亦都有黑色的 我們見到都是一樣 旁邊這個圖目側板都一樣都會配搭到 當然前面都沒有什麼地方圖目 但馬蘭士的標誌性圓形標板 都一定會在前面 很簡單 左邊這個就是選擇的input 鍵 右邊這個就是 volume 鍵 另外下面就是插耳筒的位置 另外有一個 USB 輸入位 以及設置結件和開關的鍵 這部HD AMP 1 亦都首度搭載了 E-SS 轉換晶片 它的 DAC 用上了 ES9010 K2M 的 DAC 配合旗下的馬蘭士 Musical Digital Filter 這個數位濾波的技術 當然有搭載它們最少加的 HD AM S8 2 擴大線路 將聲音的解碼至輸出 都可以一一兼顧得到 另外它這個輸出方面 亦都會提供到70V 乘8 噸的定瓦輸出功率 搭載它們的 Hybrid UCD 交換式電源擴大 module 能夠提供高頻和低頻極少量的失真 對於無論各種左擴或頻率的喇叭 都可以得到非常之不錯的表現 甚至無它的耳擴功能 亦都有三段式的增益設計 對於各大小的耳機都可以照顧得到 這部AMP-1 最耍加的地方 除了剛才所說的之外 最耍加當然是 USB DAC 功能 除了可以支援 Mac 機之外 PC Windows 上都一樣可以支援 而最高的解碼材料 可以去到 32bit 384 GHz 和 DSD 11.2 MHz 在市場上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得到 說明了機面和機內設計之後 不如談談機背的設計 機背設計分別有兩組 RCA 輸入 一組消防器 以及兩組喇叭插 同軸會有一組輸入 以及兩組光尖輸出 USB DAC 方面 後面是機背輸入 這輸入分別支援32B、384GHz 和DSD 11.2MHz 另外,REMOTE 控制功能就是在此插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 究竟這個西裝有甚麼特別 聲底有怎樣不同 剛才小室在這裏試了幾首歌曲 分別有張學友和趙學儀 男聲、女聲分別都試試 一開聲給小室的感覺 和上次6006的兄弟班的比較 這部HD AMP 1 和 CD 1 的效果 相對比較甜和滋潤 人聲都比較厚實 但音場又很明顯 張學友這個碟,音場會比較闊 當然,這些是以前錄音 後來的錄音 相對會比較注重立體感和環境聲音 所以在聽張學友時 聲音的闊度都夠闊 音場深度就普普通通 趙學儀的碟和學友的碟 非常明顯的分別 譬如學儀的聲音會好在中間 音樂樂器不會有那麼闊 但相對深度會比較好一點 中管來說,這套西裝的效果 比之前6006的另一套西裝的效果 這套的全真度和聲音的厚度 比6006更厚一點 以及質感更深一點 這部機,如果大家想親身試聽 可以去影音展天龍馬蘭市的專區 這部會有這套西裝放在這裡 讓大家任意試聽 今天小西就在這裏 和大家介紹到這裏 下次有新機再和大家介紹 拜拜